后金天命十一年也就是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7月23日 后金政权的首位领导人大清政权的初代奠基者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突然感觉身体不太得劲 小半年之前一生可以说是功无不克战无不胜在辽东地界上横着走的 努尔哈赤在宁远城吃了大亏被明军守将原重患的黑科技 红仪大炮给轰了个七荤八速攻城战遂以失败告终 明朝方面的史料记载很不客气说努尔哈赤在战场上就被炮弹击中了 当时就死了但是后金这边的记载是这场宁远之战努尔哈赤虽然没能取胜 可也十分从容地全身而退了 不过虽然努尔哈赤退了下来但他自此之后可就有点不太开心了 我们要知道努尔哈赤这个人戎马生涯共计四十四年几乎是从无败绩 指哪儿他就打哪儿 他的军事素养和能力用天才这俩字来称呼绝不畏过 所以他本人是非常自负的 战争在他的手里不是技术而是艺术 宁远城是山海关外的一座孤城城房国落连内外城都没有 当时的明军守将袁崇焕更是新人出山 明不见赚宁远之战的失败 那就属于是鹰沟里翻了船 属于是玩了一辈子鹰反而被麻雀把眼睛给啄了 自负的人他就有极强的荣誉感 他可以接受挫折但是他不能接受失败 所以宁远之败对努尔哈赤来说是他无法知识不能接受的 从战场上退上来之后努尔哈赤是相当郁闷 他是吃饭也不香了 睡觉也不甜了整天是闷闷不乐相当难过 人一难过他心情就不好 心情不好那就很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 努尔哈赤因此抑郁成疾 背上竟然生出了好大个毒蛘 生病了那就得治努尔哈赤为了缓解疾病和疼痛 连着泡了半个多月的温泉 结果越来越严重 不久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蛘就是身上长了个大包 长了个毒疮如果细分的话 又分成有头蛘和无头蛘 有头蛘一般有窗口 耗发于周身皮肤之间 无头蛘则没有窗口 就是一种皮肤凸起 主要在骨骼和关节处生长 努尔哈赤的这个毒蛘 它长在后背那就应该是有头蛘 中医著作《医宗经见》中说 这个生长于后背的有头蛘 又叫做勤居 这个病来得快发展得快 不抓紧治疗很容易扩散到全身 属于急性感染类疾病 伤口感染了 那就需要用抗生素来治疗 这就属于是西医的范畴 西医里管这种背上的有头蛘 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勇 而勇医学认为绝大多数都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 不仅是急性感染还是急性化农感染 如果严重那就一定要用抗生素 当然作者不是医生这些内容都是作者参考了一些资料之后写出来的 您要看病您不能信我的 但我们可以相信的是 努尔哈赤得了庸病之后 他不赶紧采取治疗 而是跑去泡温泉放任病情严重因此细菌感染 病毒爆发而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努尔哈赤有史记载的儿子一共有16个 但是真正能角逐捍卫的 只有四位而已 头一位是大贝勒戴善 是当时努尔哈赤最为年长的儿子 女真人当然不讲究力敌力长 但问题是他们也总归会 受到明朝宗法制度的影响 而且戴善年长岁数大点 他对权力的掌控力就更加稳定 但是问题是努尔哈赤的这个儿子 根据一些传闻所说 他行迹不好品行不端 竟然和努尔哈赤的大妃 也就是皇后阿巴亥有染 这叫什么行为 这叫欺君灭父 这叫有为人伦所以戴善虽有资格 但是没有微信 所以没有人支持他 这桩私情的真伪 作者历史素养不够 还不能下定但无是真是假 传言猛于胡这个事情 一旦发酵戴善的政治前途 就已经毁了 第二位是阿尔贝勒阿敏 阿敏各方面倒是都很合适 但是关键在于阿敏他不是努尔哈赤的亲生儿子 而是杨子 阿敏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弟弟 舒尔哈齐更加不妙的事 舒尔哈齐明显和大哥努尔哈赤的心 并不起还带着儿子阿敏叛逃过 如此劣迹自然也不能继承捍卫 第三位是三贝勒芒古尔泰 大体来看也很适合继承捍卫 当然大体上可以 具体上就会出点问题 芒古尔泰的母亲复查是为了不尊 曾经有过窃具后金国库银两的行为 被后金朝廷给定了个窃藏金箔的罪过 还被处死了母亲一犯罪儿子受牵连 芒古尔泰威信大简也痛失捍卫 这第四位就是本篇文章的主人公 四贝勒黄太吉 你说黄太吉适合继承捍卫吗 其实也未必 但黄太吉在此前没有劣迹 而且一直在后金朝廷搞后勤工作 不显山不露水 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被推了出来 其实努尔哈赤的正牌皇后阿巴亥 有儿子不仅有还有三个 大儿子阿基格已经22岁 二儿子多儿滚也有15岁 三儿子多多虽然只有13岁 但他们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其实都比黄太吉更有资格继承捍卫 但是奇的是努尔哈赤新死阿巴亥就未复殉葬了 年纪12岁就嫁给了比自己大31岁的努尔哈赤 而且那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有了六七房妻妾 所以实际上阿巴亥虽然为努尔哈赤频繁地生下儿子 但问题是他很难对努尔哈赤有太多真挚的感情 不然坊间也不会疯传他和戴扇之间的隐秘关系 老公努尔哈赤死的时候 阿巴亥不过37岁其实正值盛年 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追随努尔哈赤而去 所以毫无疑问阿巴亥是被迫殉葬的 更有意思的是公元1650年 他那个少不惊世的二儿子多儿滚矣 京城为了清军入关之后的显赫人物 第一权臣多儿滚为母亲之死深深伤感 于是追封阿巴亥为效烈武皇后 还把阿巴亥的牌位送入太庙 让他享受和历代先帝一起吃冷猪肉的机会 然而阿巴亥的死后荣光不过持续了四个月 多儿滚起码不遵守交通规则 从而意外摔死 顺治皇帝立刻废除了阿巴亥的封号 还把他的神牌移出了太庙 甚至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 清朝历代的观修史书都不会 再记载有关阿巴亥的任何内容 无如何生猛粗利的努尔哈赤时代过去了 不会再有仰天长啸的习文 只剩下龙张凤传的银脸 不会再有满腔怒火的遗恨 只留下后人去平调的庭台 接下来是黄太极的时代 清太宗黄太极这个皇帝他很容易就被人给忽略掉 因为开拓女真人积业的是努尔哈赤而入主中原的 是顺治这个家在中间的黄太极在位约十一年 似乎没什么太多的成就 但其实黄太极于后来的清政权来说 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往往都大刀阔斧 你让他打天下可以 但你让他精细化地治理天下 他恐怕很难做到 因为就算是开国皇帝有能力 但他未必有那个精力 在努尔哈赤时期后经政权的行政机构 其实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以其代政 也就是大韩下边的管理层 就是八旗旗主旗主下边就是旗兵 旗兵们战时打仗 平时则务能耕地 这套制度相当传统 很容易就让我们想到 两宋时期金朝的满安谋客 八旗旗主平时听大喊指挥 而旗主们则各自指挥自己的军队 可以说是一直多能很多工作 都没有具体分工 而皇太极为了推进后金的封建化 则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发展文教以文化思想作为 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 甚至开始大批量的重用汉臣汉将 颇有点疗食南北面观的感觉 他古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主张 在经济上和明朝拉开差距 明朝从万历时期就开始拖欠边军良想 而女真军队却总是有更为充沛的后勤之缘 这人是铁来饭是刚一顿不吃他饿的荒 黄太极继承了他父亲天才般的军事天赋 征服漠南蒙古 征服黑龙江诸部 但是却主张和明朝细水长流停战熄火 主打一个托字决 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 明清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很难说明朝具体灭亡于哪一场战役 哪一年我们只能说新旧政权都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同一时期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改革 这位欧洲皇帝执行义务兵役制度 打造和训练国家常备军统一武器装备的制式 研究火炮并且配备军队使用 还专门开拓出了一套后勤系统 古斯塔夫二世弄出了骑兵炮兵步兵三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 引得后来的欧洲各国纷纷效仿 因此这位老兄更有近代战争支付的美誉 而在东方皇太极也正平级着自己文韬武略的智慧 开始对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明王朝发起了最后的冲击 只是女真人皇太极的冲击并不如她父亲那般野蛮 她的进宫细水长流如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皇太极在位时曾经多次提及明朝碧王甚至还深有预感的表示 明朝用不着自己去消灭早晚亡于流寇匪幻 他的话说得的确不错 他想得也很周全 但他仍旧想不到以后山海关洞开之时 他却只能黯然倒在关前 光阴百代不过匆匆过客落花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皇太极梦醒之时也另外有人心碎